哈喽大家好 我是沐志燕 自从我们上次拼了一把98k之后 哇 评论区简直就是炸了 有想看 加特林的大波罗 M416 AK 巴雷特 各种各样的刀友 简直就是把我们之前开箱的所有枪的型号 统统发了个遍 说实话 M416已经到货了 但是呢 我决定今天先把它放一放 拼这个节目拼多了 哇 手指头都脱皮 没想到还有这种副作用 今天我们就先缓一缓 拼一个 简单点的 来了一把 极木版的信号枪 登登登 哎哟 这个好小啊 即使是这么小的信号枪 居然还有156块 看着造型应该是挺不错的 拼装好像也没那么难 简简单的把它搞出来 瞧这几台极木 哇 您家小子可怜啊 一份刷屏书 哎呀 收一嘞 收一嘞 20分钟就把它搞定了 高齐 理个法的功夫 我就把它拼好了 整体造型还是挺不错的 拼装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很容易上手 这里还有贴纸没有用 把它贴上去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 和我们包装盒上面的一模一样 比我们之前送的信号枪 真的是好太多了 装牵子弹 这个感觉就好像玩左轮手枪一样 装好 扣动扳机 射不了多远 也就一米左右 射不了多远 也就一米左右 它的威力真的是小的可怜 完全依赖它这边的齿轮 以及弹簧 来提供动能 我之前还看到 有人用这个 把鸡蛋壳都给击碎了 这也太假了吧 就凭这个 能把鸡蛋壳给击碎 我不信 新鲜刚出炉的鸡蛋 来挑战一下 没打中 靠近一点点 没有一点反应 再近一点 居然打碎了 这么近距离的打 小不碎都能 我要是拿手指这么轻轻一弹 直接就是开花了 可想而知 这把枪的威力真的是弱得可怜 但是整体的颜值 我还是要给它 打满分 小巧又可爱 尤其是这种红黑搭配 真的是超级养眼 又入手了一把 鸡木枪了 好